對我們在平常我們聽到說如果得到癌症 大家都很怕 對 但是如果說一旦說變肥胖 大家好像不太關心 那其實呢得肥胖以後呢 那種所謂的寧病率還有致死率還是會比癌症還高 所以呢我們要重視它 那一般我們在臨床上常見到的 比如說肥胖常見 就是我們都知道一個心血管疾病啊 腦血管疾病 還有消化道的問題 血液循環的問題 甚至我們有一些像骨關節的問題嘛 我們胖起來也有走路啊 還有會痠痛 甚至你在開刀過程當中會增加一些所謂的 副作用以及臨死的致死的比例 特別還有一些像呼吸道系統 還有等等 這些都是跟肥胖有關係的 所以真的可以說肥胖也是一個萬變之源 很多疾病跟肥胖有密切的正向關係這樣子 所以肥胖自己其實本身也是一種病了 但是很多人不把它當作病對不對 對其實在差不多30年前 大家都認為肥胖只是一個好像外觀的問題 對 後來美國FDA也有把它定義作為一個肥胖是一個疾病 所以肥胖我們要用醫療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它既然是個病 我們就要把它當作一個醫療的問題來看 來正視它來面對它這樣子 而且它是一個很難治的病 對 現在我們都知道很多的慢性病跟肥胖都有關係 我們最常見糖尿病高血壓 還有一些像腦袋痴呆 還有很多骨關節等等的問題 都跟肥胖有關係這樣子 到底是為什麼樣的人因減肥會失敗的 其實這個減重我們來看 如果說你有正確方法是要減下來不難 但是最然是不要複胖的 因為我們統計過這個瘦下來以後 一年的複胖有時候將近90%以上 你如果不注意 對 一年以後還全部就回來了 就跟疾病會復發一樣的道理 那當然這個複胖原因 我們歸納起來有常見這幾種 第二就是我們常用一種 所謂的稻聽塗塑的減重方法 有人說這個很好不錯 你就去試試看 然後電視說這個方法也很好 你也試試看 甚至有些直銷 一些網路廣告等等 你都會嘗試 那這個嘗試久以後 變成會有溜溜球的效應 你這樣經常來回來回的時候 我們體內會產生一個所謂的 回饋作用 它就會抵抗你 讓你熱量不要再消耗出去了 第二個就是過一些 有人想說我藉著手術等等 來控制這些實力 那其實我們肥胖要治療 第一個要知道它的原因 所以很多在做一些所謂的手術以後 怕還是會胖起來 因為它的胖不是因為它胃的體積太大 是因為代謝率 或者其他因素 心理因素 遺傳因素等等 你沒有找出真正的原因 就做一些不正確不對的減重方法 所以它腹胖力會跟著很高 等於沒有對症下腰 對 另外有一種我們常見所謂苦肉劑 我們以前 這個不只一粒 它就是在夏天穿雨衣 中午12點在操場跑 我這樣真的有看過 或是穿那種外套 很厚 對 對 它自己說這個馬上瘦下來 但是我們 我們可以發現 它從體質去看 它瘦的是水分脫水的 它脂肪還是在 所以它只是脂肪體積的變小 不是脂肪數目的變少 所以它喝一杯可樂 喝一杯水 它馬上就胖起來 甚至你到三分檔進去出來 它說你瘦了沒有錯 但是那個是脫水 或者有一種苦肉劑 它能夠短時間的抑制力 我這個都不吃 我吃很少 但是過了這段時間 也開始有大吃了 苦肉劑也是一個 那當然也有一些疾病的影響 比如說我們也發現說 有些是跟基因有關係 那這個東西就可能會 還是會負胖 那最重要就是說我們減重 就是要生活飲食習慣的改變 很多飲食行為它沒有改變 所以它會負胖 第二它以前是大吃大喝 它現在以後放鬆 以後瘦下來以後 它就是放鬆了 沒有壓力了 開始又大吃大喝 又喜歡吃高熱量的 或者晚上熬夜也吃消夜等等 這些飲食行為沒有改變 所以很難不負胖 所以這個其實就不是為了健康而減重 如果你為了健康就不會像這樣子 又找回以前的壞習慣了 很多人它是當然第一個 我們發覺減重的動機最重要的是 cosmetic 就是美容方面 他覺得說也這個不行了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很健康的減重動機 我們還是要為了健康來減重 你如果是為了健康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核心價值 你自己有一個目標說 我為了健康所以我要好好來減 不要這樣子有些不好的行為 不好的飲食習慣我就給它改掉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樣子 再來遺傳跟環境都有關係 對 這個遺傳有時候是 我們比如說小核威力症候群 它是一個遺傳基因引起來的 而且有些人我們現在科學發達 我們從基因的檢測上面 發現也確實有些人帶有這個回胖基因 這個東西比例也蠻高的 從3%到10%不等 這個東西就像高血壓糖尿病一樣 它是會肥胖的 如果是確定有這樣遺傳性的時候 那我們更要注意 就是你一定要說你要實時跟肥胖 是要共存 但是你要去fight它 你要勝過它 總不能給它對抗 對 還有一些環境因素 其實我們現在的環境都是 讓我們能夠易胖的環境 比如說以前我們住的家裡都是公寓 你要爬四層樓 那現在幾乎我們都要坐電梯 那以前我們去學校上課 走路不然是騎腳踏車 現在不是啊 要車子、公車、捷運 幾乎讓你沒有走路 沒有運動的這些環境 再來當然我們 我們的所謂的環境 還有烹調習慣等等改變 所以我們可以從一個統計上來看 這20年來 我們國家的一些糖的消耗率一直在上升 所以跟肥胖有關係 因為很多誘惑的因子 很多好吃的東西 很多多樣飲食又方便 那有些像吃到飽了這種 這種到處都是 這些東西都是一個大環境 容易胖的一個因素 包括飲食精緻化跟飲食吸化 都是一個關係 環境荷爾蒙也是會的 對現在有很多污染 很多比如說塑化劑 還有一些所謂 一些重金屬等等 這些東西污染也會讓我們 產生一個肥胖 容易肥胖的一個體質這樣子 醫師是說不要吃太多 尤其過午不吃 但是特別有推薦一個水果 叫做香蕉 對 為什麼醫師會特別推薦香蕉呢 這個香蕉是一個很神秘 也是一個水果的聖品 就是我一個推薦大家可以來考慮 台灣也是盛產香蕉的一個國家 那香蕉裡面其實它還有 還有幾個成分 我們都知道它纖維素多 所以它會改善便秘 或者改善一些 所謂的濃動不良的問題 最重要它還有一個是 正腎上腺素的成分 那我們以前就是 跟大家講 吃完吃香蕉皮 好像吃香蕉皮 我也是經常吃 這個古老的演員也是對的 我們用科學研究去研究 它這個香蕉皮內襯內面 裡面還有一些正腎上腺素 那這些正腎上腺素就是所謂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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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激素 我們知道很多情緒不好 它血清激素會下降 所以你這個 吃香蕉 或許血清激素 可能有一點點幫助 所以說心情會好 因為吃香蕉皮 這個演員還蠻有它的道理的 那這個血清激素 其實對我們控制食育也是有幫助的 那第二個 香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還有抗性澱粉 我們很希望吃進去澱粉不要被吸收 這叫抗性澱粉 比較不能吸收的 它的好處就是說 除了說 我們能夠促進排泄以外 它能夠阻斷一些油脂類 澱粉類的吸收 就好像物理的薄膜一樣包在外面 所以你先吃一根香蕉以後 有些油脂類 糖分的吸收會比較少一點 那第三個 其實香蕉也有飽足感 我們可以說 讓它能夠有飽足感 所以 因為它檔固醇幾乎沒有 含量沒有什麼油 所以這個東西 對於我們這些 檔固醇高的人等等 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可以選擇的食物這樣子 就這樣子 谢谢大家